如果說我找一群人來代言 會不會夠力一點 我記得以前早期 有一個中有書 他致力研究減肥藥你知道嗎 他研究超過二、三十年 他不管是 操油也好 中油也好 一天給他研究出來 一種的減肥藥 但一種減肥藥的時候 他那時候開始是都 周邊唸一些食材而已 給大家吃看看 大家吃得好像說都有效 之後有一間集團室 集團室的 下來找他 他說會跟 老闆你這個減肥藥給我 我來給你負責代銷 這樣 他想說你負責代銷也沒關係 反正他也是有二順 所以就讓這個集團 全部都讓他去操作 這個集團多厲害你知道嗎 這個集團 他不去找大明星 他都不去找大明星 他去找那個 差不多第二線第三線的明星 第二線第三線的明星 代元被揮桌嘛 差不多五萬七十萬而已 所以他就開始找這些 你知道他都找多少嗎 找30幾個 30幾個 然後他陸續 在那邊電視放送啦 在那邊電台放送啦 最鼎盛時期 他在全台的據點 全台的據點有10八位 有10八位 你走到那邊全台十八位 反正你走到那邊 你如果電台聽電台就對了 我就外部給你送去就對了 你如果看電視的就對了 我就公司給你走去就對了 所以那時候 跌跌的時間 他海削八一八你知道嗎 他海削八一八 八一八的時候 拿一些錢來卡在那裡 結果他說 我告訴你 還不是我在賺的 都公司賺掉了 他說公司賺掉了 都已經公司 就補給他了 還去找那些公司的檔 你知道嗎 我知道了 頭一面有提雞手 多少錢不知道了 你就知道方家 各頭有很多 但你聽到 哦 開始在那邊秤了 秤到那個頭子 大早的味道 大早的味道 早的味道要怎樣 早的味道 找不到人啊 找不到人 你沒辦法生啊 對不對 那時候 公司賺那裡有一個老大 他們有名譽 剛才有去吃這個檔 但是 這一款的檔 我不知道是說 是不是因人而異 有的人 很多人吃出問題 你知道嗎 腹瀉啦 反正很多問題 產生了很多的問題出來 這個老大 公司賺這個老大 廣山寺這個老大 他們有名譽吃的時候 問題出來了 出的時候 你說 欸 你是在我的地盤 這間中央方式 在我的地盤 我拿不到錢 竟然拔到角頭拿去 我漏氣你知道嗎 還有印度朋友吃的問題 他說好 我去送檢查 我去送檢查 送檢查的時候 油脂肪就送去鹽 檢查就鹽鹽 欸 有問題喔 這不行喔 就開始傳喚了 你知道嗎 開始抓人啊 收網啊 這些三十幾個藝人 多少歲呢 我只帶鹽 我有時候吃 我有吃 我感覺有效嘛 所以我加菜帶鹽嘛 有的人吃不效 那是有的人 提出一個問題嘛 所以這三十幾個藝人 都去送 去到檢查就 移送到檢查過去 檢查過去說 哇 你三十幾個藝人 這樣這麼多 但是你們的桌 是只有代言 不是說很大 他說好啦 沒有這樣啦 你們的代言費 五萬七十萬而已嘛 沒有 整個月這樣 我有你們還起訴 你們看一個人 要交兩萬三萬 我知道 最多的交三萬 最多的交三萬 換換起訴 換換起訴 大家 藝人沒辦法 三十幾個藝人 好了 兩萬三萬啊 對不對 最不 我如果五萬 我如果加三萬 我也要說兩萬 給我賺 對不對 台灣史上 最多藝人代言 一個檢卑藥 招起訴之案件 對啊 對啊 招還起訴之案件